4月1日下午 以色列发动了多架飞机 空袭了驻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 造成了13人死亡的悲剧 那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为何如此豪横 谁给他这么大勇气来公然挑战国际法呢 轰炸伊拉克大使馆 这又是目的何在呢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源于以色列的实力 这个以色列在人口构成上 是以犹太人占比75% 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 以色列也是中东地区军事最强大的国家 不仅拥有核武器 而且常规军力也是十分强大 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陆空武装 兵员方面呢 在以色列只要年满18周岁 都要进行复兵役 一旦发生战争 可以迅速集结百万兵员 而犹太人也是世界上公认 最有钱那种做生意的民族吗 就目前来讲 人均GDP高达57,166美元 位居世界第13位 更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犹太裔遍布全球商界 为以色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钱后盾 而以色列敢于中东地区横行霸道 主要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 历史上阿拉伯国家几次联合围剿以色列的战争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让阿拉伯的很多国家在很难联合起来进行行动来攻打以色列 同时呢 以色列是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中东地区战略的一个桥头堡和据点 是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地区的代言人的一样的存在 而此次以色列轰炸伊朗那个大使馆 可能是对哈马斯攻击的回应 以非常小的成本赢得更大的安全 关于伊朗是否会展开报复性的行为或行动 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大家认为这次伊朗会不会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呢 那小房子 好 拍摄 三个小房子 接下来 不是 三个小房子 担担保者 拍摄 对